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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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冬章西望 這幾天天氣這麼熱 站在這裡一會就覺得已經熱了 是, 一會都這麼慘 對, 如果整天都是這樣 或者天天都是這樣, 那怎麼辦? 有網民發了一張照片 就知道在啟德一個私人屋苑的天台 有一隻狗長期被困住, 還是長毛狗 牠的口還要被困住, 真想散熱也難 那些貼文一出就引起網民熱烈討論 有居民還說 這隻狗在三月的時候已經被困天台 五月還在 無論多曬多大雨都不能入屋, 很慘 有居民還跟我們說 向愛協投訴過 有狗被困和不停吠叫 結果怎樣?狗主就綁住狗的口 不是吧?這樣也行 不少網民都留言說 要報警不但還要報冬章 終於今天警方和愛協人員到場 發現狗狗健康也正常 但也向狗主警告 天氣這麼熱, 不適宜長期這樣做 狗主最後也帶狗狗入室內 總算有個圓滿結局 不過我們對動物就要有愛心 對人就要有禮 日前我們報道過 在大角咀遊樂場發生一宗 兒童被襲擊的事件 一個約往五、六歲的小童 在遊樂場襲擊黃小姐 兩歲大的兒子, 打了他兩巴 對方媽媽不阻止兒子不得止 還態度惡劣, 想搶黃小姐的手機 事情最近又有新發展 在7月10日中午的時候 我跟幾位警察去到 我自己的客戶門口講 因為其實我們之前也來過兩次 之後還是感受不了媽媽 最後警察就說他們收到情報 就叫我說方便的話 就跟我們一起去多次圍營 看看圍營就可以拘捕那個媽媽 有一個媽媽戴著頂月薯帽 戴著口罩 就閃閃縮縮縮很奇怪 我們都覺得奇怪 為什麼要穿到這樣呢 然後就看到那個小朋友 就好像打我兒子的小朋友 我們就一直跟著他 然後警察就再上去 游展規定問 看看是不是那位學生 到最後確認了那位學生 我們就走開 警察就請他們去捉獲 對於終於將涉事媽媽拘捕 一眾網民都覺得大快人心 紛紛留言給黃小姐 祝賀正義得到新章 黃小姐也很感謝傳媒的報導 這次的事件 其實我覺得傳媒真的幫了我很多 因為傳媒的報導 令到各界的人 或者所有的家長 都有關注這件事 我覺得這樣也是很興奮的 特別是我也很想多謝 你們的東張西望 因為你們的節目 出了街之後 是真的引起關注 連親主 很多討論都會說起這個話題 香港小姐面試已經完成了 緊密的行程即將開始 2023香港小姐即將出發 去越南拍攝外景 今天下午一眾佳麗 齊齊拜神切燒豬 祈求拍攝順利 麗諾爾和兩位師姐Lisa 梁凱晴也會隨行參與拍攝工作 她們應該會下水 你會不會下水嗎? 當然會, 我這麼健康 你打算表演嗎? 不是不表演嗎? 你打算表演了嗎? 一定會, 因為是你參加 但我不是參加, 我只是出來陪伴你 所以我很輕鬆, 很開心 看著她們, 看著她們 對, 還可以給她們一些提示 我們只是玩而已, 記住吧 Lisa, 記得玩得開心點 不如我們現在看看一群好戲之人 我都說要回家, 我們回家 這群好戲之人 一個星期, 收視贏了我們東章 是的… 不好意思… 我給你一碰 對不起… 對不起… 最少你做得太好 最少都是你 你太可愛了 很有氣勢, 其實我也是東章西望的 對… 是否一拍這部劇 就打算贏東章的星期? 接下來我會叫全部家人 多點看東章 其實我每天都會看, 你們是勇等 拍攝的時候沒想過收視會那麼好 當然拍的時候知道是一個很輕鬆的喜劇類的劇集 但是成績那麼好, 其實超出了我的預期 是… 因為我們組合新鮮 接下來觀眾都很期待 你們會不會之後都是這麼搞笑的呢? 那要說回, 我們除了搞笑之外 就會開始找我是怎樣死的 我也會有一些片段就會出來 可能之後就會再多一點 浪漫和妻美的元素 大家經常都覺得我為何盡就是曲行雲 其實大家有沒有想過 是他幻想我的樣子曲行雲 其實曲行雲 是沒有的 對, 其實未必真的是我 突然知道他要重新想過 有機會的 有機會可能是一場夢 對, 那這個混紋風 多漂亮 對, 是不是真的呢? 這個就真的要給觀眾看 可能你幻想這隻鬼呀 是呀, 其實這隻鬼根本沒有出現 作曲家嘛, 他瘋癲癲癲癲 對不起, 我就忘記了 我這個作曲家瘋癲癲癲癲 沉醉在自己的世界上 昨天有網民報料 說有一位女士很冷靜地 躺在巴士上看電話 大家都猜她究竟是否有什麼不滿 我就覺得她是否跟司機有點爭執呢? 如果是這樣就躺著無聲抗議 最後不知道是什麼事 總之她就在擔架床上躺著 如果是的話, 可能是不舒服 身體真的要顧著 有調查發現 2022年香港工作壓力指數 是東亞之冠 生活緊張, 隨時引致焦慮、失眠 甚至腸胃不息 中了新冠之後 我發覺自己有失眠的狀態 翌日很累, 簡直無法集中精神 甚至有嚴重的情況出現 就是腸胃也不舒服 去廁所也會有便秘的問題 為什麼會這樣? 原來跟這個名詞有關 腸腦族 腸腦族其實是說我們大腦中書 和腸道神經系統之間的雙向通訊 將我們大腦的情感、認知中心 跟我們的腸道連接起來 而腸道的好菌和懷菌的生態 是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因為參與了大腦和腸道之間的通訊 去形成腸腦族 所以我們腸道的生態 會直接影響到我們的情緒 我們睡眠的質素和記憶等等 他試過吃安眠藥 雖然睡到, 但起床就失去精神 紀元考核下, 他聽聞吃益生菌都幫到忙 我每天吃一顆, 我吃了一個星期之後 我就發覺我睡覺好了很多 我早上床很快就睡著 整晚都不會紮醒 第二天起床之後就很精神地去做事 那為何益生菌可以改善失眠的問題呢 其實在英國已經有超過三十年的科研 證實了服用益生菌 可以平衡我們腸道 好菌和壞菌 優化腸腦族的運作 亦可以增加我們座面的傳遞物的製造 例如加把血清素 可以有效令我們情緒放鬆 加把我們入睡的效率 促進我們的深層睡眠 令我們日後的時候都會精神一點 不過益生菌吃得久, 會不會有依賴性呢 益生菌是沒有藥性 亦不會造成依賴 我們藥劑師都會建議大家 補充益生菌去改善一些睡眠的問題 亦適合一些人有長度問題 例如消化不好, 便秘的人士去服用 回到冬仔西望 有沒有想過行黑也有七百多萬身家? 印度有個男人就是這樣 每天在街頭行黑十幾個小時 這樣就搞定 被譽為世上最有錢的黑蓋 雖然是這樣 但他可能是迫不得已才會行黑 因為困境, 人人都有機會遇上 一個女人帶著小朋友流到街頭 還被家婆趕出家門 晚上逼不得已, 躺在後樓梯 吃不飽, 穿不暖, 究竟發生什麼事? 在樓梯上鋪, 在樓梯上鋪 都覺得她很淒涼 很難受, 對吧? 各個人的處境都很慘 鄭小姐是內地人 2018年嫁給港人梁先生 誰知道結婚不久, 老公就人間蒸發 彷徨無助的梁太太 每天帶兒子 從惠州來到香港找老公、找爸爸 來回香港一轉都要七、八小時 但多辛苦也好, 梁太太不肯放棄 疫情以來封關以後 慢慢地, 她就失蹤了 失蹤後一開始都是電話聯繫 但是不接電話聯繫不到 鄭小姐認識梁先生之前 也有過一段婚姻 離婚後幾個月就認識梁先生 他們在2018年6月開始拍拖 但相識一個月之後 鄭小姐就發現自己有了寶寶 於是在同年10月 就在內地登記結婚, 成為梁太太 因為上一段婚姻 被自己的傷害太大 遇到梁先生這麼疼他 所以很快就墮入愛河 懷孕了, 如果沒辦法工作以後 他都是有給家用的 正常的情況下 一個月三、四萬是有的 從小, 就是只要我來香港 或者說他回重慶的時候 那個小孩都是他在背的 都是他在推的 就完全沒有想到他會變成這個樣子的 就以前真的對你實在是太好的一個人 就突然之間 就因為一封關疫情, 就變成這個樣子 結婚之後 梁太太和老公、兒子一家三口 一直住在內地 他說老公每天下班回來 都會幫忙照顧兒子 在週末還經常帶他們出去玩 但是這些甜蜜的畫面 只是維持到兒子一歲多 現在兒子已經四歲 他都說很久沒見過爸爸 不知道爸爸去了哪裡 找爸爸 這次想不想見爸爸? 是 對, 但我繼續在旁邊撒在內地玩 但是爸爸說只能玩 梁先生原本從事金融行業 辭職之後自己創業 但誰知道受到疫情影響 公司生意一落千丈 還搞到債務前身 梁太太本身每個月都會收到 老公給的家用 打算一心做幸福少奶奶 誰知道現在老公又找不到 連老公的家人都拒絕幫他 經濟上我們自己也有家庭 我們有什麼東西可以幫助他 你主要是要找到梁先生本人 根本我們都沒有人找到 他生生死死的 都不清楚 梁先生他自己又欠債累累 又搞到破產 又大大動詞 追溯佬有沒有騷擾過你們 當然是有追到上門 林泰雄有那些生活 就是家裡只剩下兩母女 在水滑過入成人爬到那邊 所以他們兩母女才擔心人生問題 才被迫著搬出去 去到去年七月 梁太太帶了兒子 再一次來到香港找老公 這一次終於被他找到 去他家找他 但是他也是不出來見我們 後來我就把我兒子 放到他家樓下拍了一張照片給他看 說我帶著你兒子來找你 然後他才回了一個信息說 你等著我,我來找你 因為我也沒在香港 他跟我說的,我也完全不明白 也不懂,很信任他的那種 當時梁先生答應梁太太 每個月會給五千元 作為兒子的學費和家用 以為生活又恢復以前那麼甜蜜 梁太太接著回到惠州 想著等老公的好消息 期望疫情過後 老公會回來和一家人團聚 誰知道收到一次家用之後 老公竟然問他拿回一千元 還沒想到梁先生一個月之後 又再一次失蹤 幫他一千元接了以後就沒多久 就打電話他不接 其實我現在是完全不相信 因為四月份他也跟我說過 一家人肯定會好好過 我不會再失蹤,怎麼樣的 因為又被騙過一次 會很有防備 他說的話在我心裡 是沒有什麼可行度的那種 望到鏡頭長埋,終於通關 通關後,梁太太曾經多次來香港找老公 但是找不到不僅 單位還從門深鎖 他被迫和兒子露宿在樓梯間 說回兒子的爸爸 梁太太也感到很心臟 因為我沒有帶那麼多東西來 是想著小孩子的爸爸 他會沒有說那麼絕情 結果一來的時候 就是吃沒有吃的 然後穿沒有穿的 住沒有住的那種 十一點多鐘的時候 警察來了 就是看了我那些結婚證 然後還有小孩的出生證明 就問我是選擇開鎖還是鎖 報門 然後十二點多 等警察處理完 才進到那個屋裡面去 梁太太帶了兒子 從內地來香港找老公 但是現在找到家裡也找不到 連他全家人都不想見他 現在也不知道怎麼辦 我們嘗試陪梁太太去找他老公 上去之後 發現門已經換了身鎖 而且除了門身 有被人臨潑紅油的痕跡 還張貼了一張 房子已經出售的通告 我們拍攝期間 有鄰居聽到聲音 到出來有話說 他上來 跟他有一個談談 因為有些小朋友 那小朋友也很小的 太冷了 那時的小孩在這裡 要大風、要冷 人家,媽、兒子 一家人在這裡點營 沒有鑰匙點營 他那裡很冷 那時冷人,對嗎 警察在這裡 我看他冷了 他就用這份食物,用這份食物 梁太太覺得 兒子是梁先生的親生骨肉 無論如何都應該承認兒子 加上生活開支真的太大 也希望自己的老公可以幫到忙 梁太太把自己的經歷鋪上網 結果引起廣泛關注 有一位熱心港人主動聯絡他 更義無反顧地幫他 我跟他在沙田姐妹群認識 那天他帶著兩個小朋友 從內地來到香港找丈夫 看到他不停在群裡 不停問很多事 我私下加他 也有教他 試試看能否報警 能否警察能否幫到你 有了這個朋友的幫忙 他們還一起去長洲 找到梁先生的家人 但他們無論如何都不肯回應梁太太 更不讓梁太太入屋 只是通過窗口跟她說話 很冷淡 她的親戚有個女兒 那個女兒都答應我們 試試幫我們找她的婆婆出來 親戚找她的婆婆出來 然後她的婆婆打電話給我們 然後她的婆婆直接打電話 然後回到保康村這個單位見面 我們也有說叫她叫我婆婆 什麼叫她,她也不承認 簡直好像不認識她 不是她的孫子 不停說我幫不了你 我自己也無家口歸 是呀,這樣,壞蛋也騙了我很多錢 我們嘗試打很多次電話給梁先生 但也打不通 每一次回來香港 梁太太都希望有奇蹟出現 但每一次都是失望而回 梁太太初因為太相信梁先生 在內地,兒子出生的時候 他沒有帶他下來香港 辦理香港身分證明 自己也沒有申請單程證 搞到現在,自己離不了婚不僅 兒子又不能夠在香港讀書 也不知道該怎麼算好 因為她是在大陸結婚的 理論上離婚應該在大陸進行 是否讓你在香港居留 這是入境事務處的處長 作出一個決定 如果你拿到其他理由 包括證明到原來香港 你的丈夫逐於玩失蹤 又遺棄了你很多年 根本現在找不到她 你找不到她 不可能要求她 可以做到親子鑑證 簡單來說,這個小孩 是你們夫妻生的 你證明到這件事 入境事務處又順立 你也可以拿到居留權 無論遇到甚麼事 梁太太都希望 老公可以扶負責任,照顧家庭 其實不後悔 因為我老公以前對我太好了 就是那種… 可能會覺得全世界 所有的人都會騙你 就她不會騙你 現在只是覺得她是小孩的爸爸 兩個人能過,也就是還能過 愛其實幾乎是沒有多少 更多的應該是會有恨了吧 天氣熱,心火燥 激戰一觸即化 今天地鐵有場MMA 我們看到白山男和黑山男 在閘門位置打得僵持不下 白山男多次出手 而黑山男也忍不住滑手 你打我吧,你搞定的 最後是要職員幫忙調停 美食天堂,購物天堂 不要當搏擊天堂 香港還有很多好東西值得留意 東涌,是香港第九個 也是第一個在離島興建的新市鎮 目前人口約11萬 晴依,1974年晴依大橋通車之後 納入荃灣新市鎮一部分 目前人口約有18萬 這兩個今天這麼煩盛而鬧的新市鎮 在25年前,原來是完全不同的 以前東涌是會給人一對很軟的感覺 以前是一個像山區那樣的地方 人就沒那麼多 那時候想出市區,你們會怎麼做的? 坐街道,即是木船那些 只有一橋橋那時候真是辛苦的 出荃灣又塞車那些,經常塞車的 當年青衣著重工業發展 貨櫃工場,儲油庫,大型船奧 還有船牌,治癒交通,全靠它了 青衣橋就在1974年2月正式通車 就成為青衣對外的主要交通要渡 不過後來大橋不虎應用 塞車是指定動作 至於遠在大嶼山的東涌 更加是人煙稀少 紫建漁船、村屋和農田 當時的電視節目 也是當旅遊景點介紹 能夠令這兩區變成今天這麼繁盛 和方便 身後的港鐵東涌線 肯定是重要元素 東涌線快,比較快,還有準時 半小時,在中環來半小時也不用 我們出市區很方便,千衣 去哪裡都很方便 東涌線在1998年6月22日投入服務 不僅是香港第一條連接港島 九龍、新界和大嶼山的鐵路 更是帶動兩區發展的火車頭 因為這裡一直都建了很多樓 一直走前步都改變了很多 很多時候走到這裡 這條東涌線 令你和朋友相處的時間會不會多了 機會多了,約他出去喝茶的機會 相對他約我的機會也多了 好像我弟弟在東涌線 我坐車,十分鐘就進去了 就方便了,很多人都想外出街逛逛 東涌線和機場快線 在未來還會有什麼發展? 下次再說過你才知道 劉姑娘,今晚十點半也是你 是呀,林珊又是我了 想知道情緒低落 和抑郭症少點分辨 思覺失調患者的思想行為又如何 還有… 還有,你有份主持 最後一集身體最誠實一定要看 好,明天再和大家東擠西望,再見 再見 躺在這裡搖手機,剪指甲,吃水果 做脫手燥,享受一整天 他們不是郊遊人士 而是食環廚清潔工人 阿Sir秦祥,先勤勤起床假裝工 好… 太懶了吧? 不要 留意東張西望,監管寬鬆 冷蛇出動